首先大家就跟先讲一下 这个像每个不同的role到底是每天是做什么东西的 首先大家要明确无论是你是new grad 还是你要跳槽转行的 你要明确自己是做什么东西 是不是感兴趣 然后你自己是契合度是多少 像大家所知的这个像BA和DA 日常的工作大部分做的就是数据处理和整合 然后一些量化的统计分析 做一些可视化的一些dashboard 有可能会接到一些ETL的一些 像数据库的一些maintain的一些活 然后一些业务的业务方面和一些跟business的洽谈 还有一些战略部署 这个就是取决于你到底是不是做BA的 如果你是想做BA的话 更多的是会做一些strategy planning 跟business更加契合 就是像PM或者是会带你去开会 而且是面对client的那些 做一些战略的部署 他需要做一个桥梁 是如何是business和engineer更多靠近的 如果你是做analyst 更多的是做一些数据处理和就是数据process 然后做一些基本的可视化 一点ad hoc analysis会比较多 然后接下来是data engineer的话 更多主要的就是两 现在目前行业上就是两大分支 一个就是做比较传统的搭建数据库 然后做一些数据流的处理 etl 还有一个分支的话 只有大公司会才有 就是做大数据平台的开发 一些hedupl spark 包括一些automation的machine learning model 这些都是一个像大一个很大的环境 但这就是一些大公司 像google 他们才可能会像他们打tensorflow 这种东西就是大数据员的开发 就是看你 但是这一方 后面我会说哪些background会费 然后data science的话 主要的话就是做一些业务问题 然后数据数据处理 然后建模评估上线 然后我也给出了 像我就是做data scientist 我数据分析日常是20% 建模会有40% 处理业务 业务有像做presentation 有做跟business 做一些requirements的checking understanding 要占到20% 后面还有我们团队要做一些研发 无论是做一些平台的研发 还是做一些research 要写paper 大概也占我20% 这大概就是我就是工作的这一个就是一个proportion breakdown 然后复合的这个background 你如果是像da analyst和data engineer 他们都是对newgrad比较friendly的 如果无论是你是newgrad 还是考虑转行经验不太多 或者经营一些相关经验的 是比较建议是从analyst开始和engineer起步 analyst的话 你要注重突出的是new analytical的experience 各行各业现在都是用data 都是用analytics quanty的这些method 都是可以转化的 这个skill是transfer 然后你要突出你有比较强的一个leadership和一个community 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的一个能力 因为在analyst的话 更多的是这个cross functional的一个活 然后ba更不用说了 ba的话上升的话就是往pm上面爬 你更倾向的是一个business productsense和一个你如何把这个东西的卖出去 这是你要关心的 你如何组织好整个engineer团队干活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soft skill的能力 data engineer的话 它更偏向一个engineer的一个活 你要有一定的cs background 或者一个软件开发的一个经验 然后你要学一些 至少你得学一个database的design 你要有这样一节课 你要知道这个database是怎么开 是怎么搭建的 然后data science的话 你就是需要一定的经验比较多 因为像我也说的data scientist的话 他比较偏向于业务 你要知道业务是到底是client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他们想要的 是不是能work 不同的领域是都不同的 就不同的隔行如隔山吧 你就像我一直是做医疗的 所以我找医疗工作好找 但是你让我跨行找finance的 第一我不喜欢 第二我也找不到 其实是挺难的 然后你要有强的一个统计分析的经验 和一个学术的一个 就是你无论上过课也好 你有一个学历背景 然后machine learning 一个hands on的experience programming的话 不是说你要到cs那么强 但是你至少要comfortable的programming almost every day 这是大概一个background 然后interview的话 主要至少我面试下来的 大概感觉就是第一轮是OA OA的话可能是会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给你一个program的题 但不会很难 但是就是一个考察你 直接考察你一个program的一个能力 或者就是给你一个data challenge 给你做一套 就是给你一个business requirement 然后给你一堆数据 然后你看你能不能从数据中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然后搭个模型 然后做个report 或者给我写一个什么PPT之类的 就是像一个闭环 一个N2A的一个像school project一样 然后这就是一个OA如果他看上了 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HR会给你一个phone call 给你一个interview HR的interview不会太难 主要的话就是第一是validate你的information是不是right 然后第二是跟你聊一些BQ一些经历是不是看你一个culture 是不是fit 就是说白了你人在不在线 你只要人能在线对待如流 一般HR是不会filter到你的 然后如果成功的就会进到后面的technical interview 一般来说是会三到四轮的technical 看公司规模大小 然后我这里就写了一个DS的这个interview的话 主要就是考察四个方面 一个是basic theory,modeling,case study,然后programming basic theories就是概率论 然后数理分析 然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 后面我会详细说建模的话 考察你们是你简历上的写的projects 还有你之前有任何的无论是工作中还是上班中的一些经历 你如何调餐的 你如何部署deploy model的一些细节经验 因为这些才是人家招你的money 这个value在哪,人家才会招你 case study的话主要考察的是你对业务方面敏感度是有多少 然后你思考逻辑problem solving是在哪 没有一个就是case study它不是一个追求一个perfect answer 它是希望我能不能在短时间内跟你讲出一个问题 你能跟我讨论在一起能给我展示你一个思考的一个逻辑和个步骤 然后能圆满就可以了 这是就是考察一个多方位的一个能力的考察 programming的话是data scientist的话 他不会考察 比较少会考察到到一个到一个cs的一个算法的一个程度 当然了不同公司会有不同的倾向 如果你是要投科技公司硅谷的 那你一定是基本是刷题是肯定得刷的 至少easy题你肯定得刷 如果你是找其他行业的 他肯定会考你说sql和python 你说你会写python 那你给我展示一下你能不能写python 给你一个问题对吧 你给我展示写个napa是function 用或者是给你一个data 你能不能用pandas帮我解决 这个肯定是会考察你的 但是到算法coding算法 那就是另外一个story 那不一定是python对吧 你用其他的都可以写 那就是很不同的公司 然后这里我给我落列了就是4个 我生了一个question 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学习和面试过程中自己总结的 这是一个sample 我一般会把这个问题会mark到1到4 这个4个level 第一个level就是最简单 就是问你知不知道 就是这个线性规划的assumption 有哪些和逻辑回归有什么区别 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是学了 你肯定会知道 然后非常简单回答 第二个level就是会考你会深入一步 你的细节说这两种回归的这个 这个是如何优化得到结果的 然后你给我能写出这个beta这个formular是什么 也没有考察你很难 但是就是一个知识细节 第三个那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实际应用上的 对吧 这个normal equation 这个xtransportex不可逆是什么问题 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第四个level就是让你推到自己感 就是让你们感受一下这个不同level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难度 一般来说我面试下来的话 大概只有10%到20会让你直接退公式 推公式的话不一定说是要linear version这么简单 哪怕是trade model或者xgboost和svm他都可能让你推 大概只有10%到20 然后问的最多的是第二个level 第一个level和第二个level会比较多 第三个level已经是对你有经验的人他会问的会比较tricky的问题 会有难度 所以如果是对于new grade来说 或者是转行来说 不是这一个非常强经验的 如果你想找找这个data scientist的话 尽可能的先搞好level1和level2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基础 这让我考察的就是一个data science的基础东西 如果你有能力 如果你有经验 你对你工作中有有一定的结 你可以去整理你第三个level这些问题该怎么回答 如何回答的漂亮和全面会比较重要 然后对这下面就是呃 这下面两个link你们自己回去看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和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 比较完整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然后后面这里我就是放了几本书 呃首先如果是对于完全没有一些处理data的这些经验的人 可以先看这本书analyze 派上写的 他会有不同的 你不用全看都看 你看目录这个什么东西感兴趣 你学什么 你找自己的时间去学 然后这个是对应这本书的github 然后他留不同的chapter 你jupiter notebook下下来 然后对着他一点点学会非常有用 然后这个是更多的是负责data science的 然后有overlap 但是他更多的就是会讲一些model的东西 然后第三本书我强烈推荐 如果你要灭data scientist的话 这本书就是面试书 就我们来说就是红红宝书 里面现在很多问题很多细节 严读我是读了三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我强推如果你要找data scientist的话 然后如果小伙伴对deep learning有兴趣的可以读这本书 然后这个link也是在这就是 根据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时间自己去可以学 不一定说你一定要花所有时间 因为求职是很占时间的 然后最后就是给一些一些一些就是建议吧 就是简历只是为了拿到面试 它不代表是能帮你拿到offer的 所以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拿面试 你就是为了拿到hrp 那个call这是最重要的 后面所有的东西就是看你面试怎么发挥 简历没有任何用了 所以简历写实我一定图一定要强调这个点 因为我也面试了很多人 简历看来真的是我都感动流泪了 哇这个人太好了 然后面试啥都不知道 真的是很伤心很伤心 然后提到的所有项目技术 你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自己 对吧 然后经得起身了 面试技巧 这个呢就是我自己面试这么多来 就是总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自信 你不你自己都不自信 你像我我如果我作为你的call 我怎么敢把活给你 你自己都不自信 对吧 然后你要想办法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你要把这个面试场合控制下来 你要作为主导 然后你要可以尽量的去提问 然后和他去交流 不要紧张 你一旦能问了你就不紧张了 你能问得出东西就很好 你能控制下来 不是说他一直在问你 你会很被动 你总会会被问到 但是你能问他 能展现出来你对他公司的一个感兴趣程度 对吧 你对公司的了解表现出意语 哎我真的很想来我想了解你的公司 第二你问他问题 你可避免他问你问题吗 对吧 你问他问题总为你好吗的 总比你被问死要好 第三个就是心态 面试要拿的多 你才有练的机会 你不拿到面试你就没有用 你永远都不知道面试面的啥 任何个面试都把它当做一个考试一个测试 你就去练对吧 无论是口语还是你的BQ 你的story 你的technical 你不做错了 没关系 你真的是答不对了 你哪怕跟他说让他给你点建议 或者你真的你知道这次就跪了 你就跟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题是咋做的 你记下来好好的去学一下 去看一下 因为这个我也是面试一路也是也是跪过来的 就是慢慢去就是搭建自己的这个这个知识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什么东西错的 什么是回答好的 就不断的去迭代去更新 这一次我练了还可以下次可以做的更好 就是这样 然后对于一些现在还在读本术学生的 如果你时间比较多上课好好上课好好看书 基础知识是很重要的 很多大厂是对于你的基础知识很看重的扎不扎实 然后如果有实习 一定要找实习 内卷还是非常严重 还是这句话 你实习经验是不可代替的 然后就是学习一些开源的项目 这里我一定要画个重点 就是开源项目不是说你看到人家的项目就抄了 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你可能能骗过HR骗过了 你骗不过engineer面试的 你会很很难受的面 自己去深入思考把code拿下来 自己好好看去复现 去想为什么人家这么做 如果你觉得人家做的不对 你自己再去做花时间 不要做很多的project 就做好一个project就可以了 你能把这个拿得出手就够了 然后最后再不计去跟一些好的导师做一些research 更偏向于一些quantitive的 或者一些data的东西 至少比没有好还是这样 对吧做一些或者是做一些side project 或者跟一些volunteer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但你一定要花时间表现出你愿意做些东西 要把这个resume这个经历给标的上去 然后读商科的这些朋友 对吧 读BA的一定要利用自己这个这个business science 除非你非常有意愿 你想去转去engineer或者转去scientist 那你可以走另一条路 如果你是想想走BA的 还继续走BA 一定要利用business insight 这个沟通技巧 然后对business这个marketing这一块的优势 然后去赋予你这个analytical skill 会很有帮助 然后正在求职的朋友的话 就是还是这几个点 对吧 找组织找小伙伴一起努力 真正对吧 on the way you are not alone 很多人真的是很多人越越赢帮助 但是他们也是找不到人找不到组织 自己知识的体系去整理自己的体系 什么东西 就是面试常问的几道题 无论BQ自己去写自己的story去练 我当初是怎么练BQ的 就是找不到人对着镜子自己讲 自己的面部微表情 自己story一遍遍讲 讲到自己都信了 人家也会信了 就是这样 建立人脉就linked上 然后就是一些 对后面就是一些networking的东西